哈囉大家好,我是Mindy 今天呢,非常久違的 要來拍一個Get Ready With Me 我前幾個月還在美國的時候 我就遠揚透過G-Market 訂了很多很多的東西 所以今天呢,就是一個G-Market Haul 加上上臉的Get Ready With Me 上次拍了一個回歸的影片嘛 很多人都說想要再看我拍Get Ready With Me 所以我想說,與其一個一個 這樣秀出來的分享 還不如就直接用在臉上 那我們就廢話不多說 開始進入影片吧 首先呢,先來上護唇膏 這個是我最近有拍分享文的Kiehl's 檸檬奶油護唇膏 然後我用的是透明色 防曬一樣用的是Etude House的UV Double Cut 接下來呢,就進入我們今天買的第一樣產品 是這個包裝超級可愛 Easy Peasy Aqua Calming Stick 這個呢,我已經有用過好幾次了 然後我非常的喜歡 它裡面就是一個像這樣子棒狀的東西 然後上在臉上啊,會冰冰涼涼 而且有一種 就是水在你臉上融化的感覺 臉在轉動上面看得出來 這邊有一層水 這個我最近真的超喜歡 因為我上妝前都會上那種比較保濕的 然後用這個啊,我就不需要擠出來然後再抹 我就只要在臉上推一推就好 而且在推的過程中也會覺得臉很舒服 有一種鎮靜的感覺 提供臉很好的那個保濕感 所以這個我非常非常非常喜歡 那另外呢,我也有買他們的Oil Stick 這個的包裝顏色是像這樣粉紅色的 然後呢,裡面打開來非常非常的少女型 它這裡面的膏體啊,有很多很多金色的小亮粉 剛打開的時候真的會有一種 哇,好夢幻的感覺 但是我這個實際用我覺得 它的悶感會比較重一點 然後我覺得這兩個滋潤度 我自己是沒有太大的感覺 所以如果兩個要我選的話 我會覺得這個我比較喜歡 因為這個感覺冬天也能用,夏天也能用 它呢,因為比較油 所以上起來是油潤的光澤感 好啦,可能看不太出來 接下來這個呢,是我最近非常非常 真的是非常非常愛用的一個氣墊粉餅 這個不是我在G-Market買的 這個是iYemi他們家的公關寄給我的 這個呢,是他們的雪繞氣墊 因為這後面沒有寫中文品裡 但它的外觀呢,非常好潤,就是長這樣 一個很草本療癒的外包裝 不管我的膚況是怎麼樣 它都可以打造出如同品名所說的雪繞肌 雪繞肌是什麼樣的感覺 就是你的皮膚是非常的潤跟嫩 然後你原本如果膚況就很好的人啊 這個會更加倍你好膚況的那種妝感 然後我覺得它也有一定的修飾毛孔的功效 它的質地是比較...不是那麼偏水 它比較稠一點點 所以上在臉上呢,不會有那種很死巴著你的臉的感覺 它的服貼度就是剛剛好 但是不會有浮一層粉在臉上的狀況 再加上它的持妝度也很好 反正它的妝效真的就是非常完美的 所謂的奶油肌 但是我覺得用雪繞肌來形容比較適合 這個我最近用到真的是太太太太喜歡了 一定要跟你們分享一下 來拉近給你們看一下 它的妝感真的很漂亮 但它完全不是油油悶悶的光澤 我覺得它的遮瑕度算是中等 但是是可以堆疊的 而且你們看我最喜歡的就是 它在我非常有問題的這個鼻子區域 它的妝感像這樣子很奶油很漂亮 之前擦它去流汗啊什麼 妝感都維持得還算蠻完整的 所以這個持久度我是覺得還不錯 所以我很推薦給中性級到乾肌的人 黑眼圈我先用colourpop的no filter遮瑕膏 先做深色的打底 下一個我在Gmarket買的呢 是這個innisfree的遮瑕膏 這個之前有一陣子很多IG上面的部落客啊 或是youtuber都有在推這支遮瑕膏 但是我實際用之後呢 我真的沒有很喜歡 因為我覺得它是屬於遮瑕度很高 但是滋潤度卻不高的那種遮瑕膏 所以我用在眼下會覺得有一種 一塊粉有點乾的感覺 你如果眼下很容易乾燥 不太喜歡眼下有厚粉感的人 真的千萬要避開這支遮瑕膏 它的刷頭還蠻特別的 做的是像這樣子刷頭的尖端有點半零型的樣子 我上一點點而已喔 真的是超級一點點 你們看我這邊眼下啊 我在笑的時候這邊是不是都有乾紋跑出來 你們現在用這個相機看可能會覺得 哇看起來還蠻遮得很好用 但是本人看妝感並不是那麼的自然 只是這樣瞇一瞇眼睛啊 我的眼下放鬆的時候已經有出現細紋了 但它的遮瑕度是真的高啦 我們可以來遮一下這個痘痘測試一下 嗯 遮痘痘的效果還蠻好的 這個我就完全不敢拿來遮我的鼻翼去 還是說來上眼看 因為我鼻翼真的超容易卡粉 而且只要遮瑕膏不滋潤的話 就很容易看得出來 現在用感覺好像又還OK 但可能是我剛剛那個底妝比較滋潤的關係吧 接下來呢蜜粉 我要介紹一個我個人覺得很冷門 但是我自己最近一用之後 我就每天都要用它的一款蜜粉 牛耳森眼的森玫瑰冰晶磨光水蜜粉 我之前是用到牛耳他們家的東西都是他們的保養品 那我很愛用的是他們家也是森玫瑰系列的洗眼慕 因為用起來非常的不乾 最近呢就開他們這個森玫瑰水蜜粉來用 遮毛孔的效果真的很好 而且它的妝感是很漂亮平滑 有點驚豔到我了 它的味道是一種很讓人舒服的玫瑰味 上在臉上會有微微微微冰冰涼涼的感覺 至於它的控油效果 因為我是乾肌然後又在冬天用 所以我真的不太知道它控油效果是如何 而且我也不希望它控油 我只希望它可以幫助我的臉不要太過的綿膩而已 不知道你們看不看得出來眼皮現在這一塊整個變得非常的平滑 然後額頭這邊也是 這蜜粉的妝感真的很漂亮 蠻精緻的我很喜歡 修容的部分我總共買了三個修容 我先從這個討論度比較高的Perry Pera的三色修容開始講起 我兩個顏色都有買 那這塊我當初會買呢 第一個就是因為它的討論度很高 第二個就是我很喜歡的韓國Youtuber 他一直在推薦這個修容 但是我實際買了這個一號色跟二號色啊 首先是這兩個顏色其實 沒有非常大的差別 我個人認為啦 一個微微深一點一個微微淺一點 我這樣兩個比起來 你們分得出來哪個是一號色哪個是二號色嘛 另外呢就是它的色調啊都比較偏黃 然後我的膚色是比較偏粉 所以我自己會比較適合偏冷掉修容 所以上在我臉上不一定是那麼的自然 那如果你本身皮膚是黃掉的呢 我覺得這個說不定就比較適合你 那另外一個我比較喜歡呢 是這個包裝超級可愛的Rare Kind三色修容 它長的就是一個像是CD專輯的樣子 裡面有三個顏色跟這個Perry Pera一樣 但是呢首先第一個它容量比較大 但是我覺得這樣攜帶也比較不方便 第二個就是它的色調啊明顯的比較偏灰比較偏冷 我個人呢上在臉上是覺得這個的修容效果是比較自然的 而且我也可以用這兩個顏色來當作是鼻影的修容 左邊呢我先用這個Perry Pera的一號色 然後我比較能用的就是中間這個 中間這個顏色 我今天來用這把我新買的Colourpop F13刷來上修容 好像不太好用 不知道你們看不看得出來啦 它就是會有一點點黃黃的感覺 所以這個呢我沒有辦法上太多 然後另外一邊用Rare Kind 拿這個妝顏色 這邊好時不時長了一個痘痘 皺瑕一下好了 好的兩邊修好 這邊比較黃 然後這邊呢就會比較灰掉一點 鼻影跟眉毛的部分呢我都沒有新產品 所以我就直接用這盤Rare Kind來完成 好眉毛都完成了 接下來呢眼部彩妝的部分 我主要買了這個眼影盤 這個是Holica Holica Chunky Metal Shadow Palette 然後我買的是1號色 Feel So Hard 它是橘色調的K色 這個裡面呢主要主打的就是 因為它叫Chunky Funky嘛 所以裡面呢就是會有這個 大顆的這兩個亮片色 像這樣子 這個呢我已經有用在眼睛上過了 我覺得呢它非常適合 你如果要去那種燈光昏暗的餐廳 或說你要去夜店Party啊什麼 我覺得都還蠻適合用這個眼妝 它這個是有一個底色 然後上面再放很多那種大顆大顆的亮片 那這裡面的亮片跟Colourpop的大顆亮片比起來 我比較喜歡這裡面的亮片 因為Colourpop的有時候用到眼睛上會有那麼一點點不舒服 但是這個我使用過一次的心得是 它不太會有不舒服的感覺 然後其實它的那個誇張度還是有的 所以這一盤我目前用下來我覺得還蠻喜歡 這盤我大概用了兩三次左右吧 然後裡面的那個霧面色也蠻多的 有三個霧面色 而且是一個打底色一個主色 跟一個眼線的熟練色 那另外呢這邊有三個就是亮粉色跟兩個亮片色 所以我覺得不管是顏色深淺分布上面 或是質地的分布上面 我覺得都做得很好 這盤我還蠻喜歡的 然後順便來介紹一下 另外呢我還要買一個CLIO的單色眼影 然後我買的色號是Dope Top 它顏色是一個這種很煙燻的 深咖啡色深灰色 眼影的質地很細緻 這個質地我覺得蠻好的 刷在手上非常的滑順 另外這個呢也是HOLICA HOLICA 這是他們的亮片眼影 因為我一直都很想要買 那個Urban Decay的Heavy Metal亮片眼影 尤其是像這樣子 這種非常細刷頭的 因為我覺得這種非常細的刷頭啊 你不管是要上在眼皮上面 或是上在這個眼下臥殘的地方都比較方便 或是說你有時候想要在眼線上面加一點點亮片 我覺得這種刷頭也很方便 所以呢我當初看到這個刷頭我就很想買 它裡面呢亮片是長這樣 有大顆也有小顆 那我們就拉近然後來上這個眼影 先用這個顏色打底 放來畫臥殘 用這個顏色 然後去看一下 然後去看一下 teleport 一起去拍照 那個PAR 就好 我很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眼妝呢 先往前到這裡 那我先去把睫毛給補上 好 眼妝完成了 我最近喜歡走一個眼線比較細 然後睫毛非常爆炸的一個路線 好 接下來呢 我們就先進入腮紅的部分 首先呢 一樣是這個 Easy Peasy的棒狀腮紅 我總共買了三個顏色 但是呢 我覺得我用下來並沒有非常的喜歡 我有帶去美國旅遊一個月用的 好像是這個 3號色 它的顏色是比較蜜桃色的 然後這個比較亮的顏色是4號色 最後這個呢 是有點偏深的焦糖奶茶色 這個是6號 這三個顏色 最主要的弊端就是說 因為像這種棒狀的產品 你希望的就是可以直接上在臉上嘛 但是因為它這個質地啊 比較偏乾一點 所以我通常都是會用手指去產品之後再拍打在臉上 然後我覺得它上在臉上也沒有那種很特別很卓越的柔霧感 我覺得很普通 然後妝感也沒有說非常的出眾 所以我個人是對這個東西就普普通通 我覺得 嗯 以它的價錢來說沒有必要買 那另外呢 我還有買的是這兩個 Eclipse的腮紅 你們可以看到說這兩個顏色非常的奇怪 一個是很亮的紫色 一個是很亮的桃紅色 為什麼要買這兩個顏色呢 主要是因為前陣子炫雅不是出新歌嗎 然後它就在很多舞台中都會畫這種 非常非常襯蘋果肌這樣整個膨起來的那種 亮粉色亮桃色 所以我就想說這個顏色我手邊比較沒有 我就收了這兩顆 這個顏色是2號色 這個顏色是1號色 這個等一下說不定可以用在臉上試試看 最後一個是這個包裝超級可愛的 HOLICA HOLICA NEW DROP系列裡面的腮紅霜 首先它的包裝真的太可愛了 很像裸色的冰塊 然後裡面打開來呢 我的這個都流汗了 可以看到 它這個都流汗了嗎 它的顏色是長這樣子 這個我實際用在臉上我覺得它的高感太重了 就是上在臉上沒有什麼顏色 但是卻有一層高的感覺 所以比較適合在那種素顏很淡妝 然後不會像什麼蜜粉 臉部很光澤的狀況下使用 這個我第一次用的印象是覺得 普普通通還好 那我覺得配合今天的妝 我就先上這個在左邊臉 然後這個EZP上在右邊臉 這個有沒有 它臉上就是真的沒有什麼顏色 但是它的油膏感還蠻重的 我覺得它會影響到我的底妝 這邊的光澤感這樣子 然後右邊呢用這個 這顏色其實我還沒有用過 顏色還蠻重的 還有一個我不太喜歡的原因就是 我覺得它拍開要好久了 然後它的顏色通常都比較重一點 所以就會還蠻容易失手的 不是那種你隨便用就很漂亮的產品 這樣現在就有點太over 就要把它拍掉 而且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我現在突然上一上就想到 就它的顏色你這樣子在管子裡面看 會覺得顏色好像還蠻沉穩的 但是它臉上都會有一種 莫名的彩度很高的感覺 一號色也是有一樣的狀況 然後呢我來疊一點點這兩個顏色 在臉上給你們看看它的顏色效果 今天呢不盡然是要搭配妝容 就是展現我買的這些彩妝品 在臉上給你們看 我覺得才是比較重要的重點 那我先上一號色在左邊臉 紫色的腮紅 那因為底下已經有襯一個裸色了 所以顏色不是那麼的準 還是可以看得到一點點顏色啦 好看不太出來紫色的感覺 但是已經有讓我原本裸色的腮紅變得更粉 好春天的感覺 右邊我用這個二號色 這樣左邊是紫色 右邊是粉色 啊對了剛剛還有這個亮片眼影蜜沒有用在眼睛上 那我現在就上在我的這個眼下臥蠶的地方 哇上面也亮下面也亮 可以用棉花棒把不想要的大顆亮片給拿掉 但這個刷頭真的就是很好用 很好控制 嗯這個我還蠻喜歡的 這樣玩效果是這樣 我剛剛忘記說了這個New Drop的腮紅啊 它有一個蠻香的味道 我到現在都還可以聞得到我腮紅的味道 所以如果會介意這個的話呢 可能要考慮一下這個東西 好接下來打亮的部分呢 我買了兩個打亮 一個是Clio的PRISM Air 他們家這個PRISM系列就是出很多什麼亮片眼影跟打亮 然後我覺得粉質都還蠻細緻的 那我買的這個是像這樣子粉色 它的這個壓紋做得很漂亮 這上在手上的粉感也是很細緻 它的底色是粉紅色沒有錯 所以像這樣子我轉到側面的時候 所以看得出來會有一個比較深的粉紅色 我覺得比較適合當作是 像在腮紅上面增加光澤感的一個打亮 那另外呢這個是Bia的打亮 這是好像是他們家的新品吧 因為我之前沒有看過有出像這樣子的包裝的打亮 然後這個我用了還蠻驚喜的 因為我在壓的時候啊 它的膏體會微微的往下線 所以它上在臉上呢 就是非常creamy奶油狀的那種打亮 它的顏色就是很日常的那種香檳色 所以這個我用下來還蠻喜歡的 先把這個上在眼頭給你們看好了 上在眼頭上有沒有 它的亮度也是很夠 好我們來上在臉上 它的質地不會像colourpop那麼高狀 所以我覺得它用刷子上還是有效果的 有沒有 這顆很漂亮 這顆我覺得是很平價的寶物 介紹完這麼多有的沒有的彩妝品之後呢 其實今天的主角是 登登登登 下面還有 超級多的唇彩 那我會盡量每一款都上在嘴巴試給你們看 所以接下來 試唇彩的這個片段可能會比較長一點 我會再把每一個唇彩的試色時間軸 放在底下的資訊欄 所以如果你們只想要看特定的唇彩的話 就可以點開來看 那我就先從這次我有用 然後我覺得我特別特別喜歡的一款唇彩好了 那就是這個Pairi Paira的試管唇彩 Ink Matte Blur Tint 這款唇彩我非常喜歡的就是它的質地 是不顯唇紋的那種霧面唇釉 然後上在嘴巴上就是非常的絲絨棉花 但又是非常漂亮的柔霧感 那我來試這個 我帶去美國最常擦的這個顏色 這顏色我覺得非常適合在淡妝的時候擦 這個顏色是8號 你們看 上在唇上這塊立刻就是唇紋被撫平的感覺 這款就是你隨便上隨便都好看的一個質地 這個是8號色 有沒有 非常的顯細色 而且我覺得你如果是那種高中生啊 或是說想要看起來比較年輕有活力的 這個顏色非常適合 另外這個顏色我也覺得很百搭 這個是1號色 那這個系列呢我總共買了1234567 7個顏色我會都做手上的刷色給你們看 那如果你們有特別想要看哪個顏色上唇的話呢 你們再跟我說 然後我可以就是拍一個限時動攤 或是一個貼文放在Instagram上面 接下來呢 Pairi Pair我還買了他們這種外觀的唇彩 一個是Ink Airy Velvet 我買的這個是3號 然後另外這個是Ink Velvet 這個是2號 這個質地會比較輕薄一點 就是水感比較重 剛上唇有點刺刺的感覺 它的果汁味還蠻濃的 這個我覺得它的質地就不像剛剛這個4款唇彩那麼像是奶霜 我覺得這個還蠻符合它的品名說 其實比較輕盈 好的 這個顏色長這樣 還蠻少女的一個杏桃色 我覺得春天夏天用應該要比較適合一點 我真的很愛唇釉型的產品 所以我這次買的幾乎都是唇釉型的產品 那另外這個呢我也來試試看 這顏色好紅喔 喔這個就質地蠻厚的 我覺得這個質地我並不是那麼喜歡 高體比較厚的感覺 為什麼在鏡頭上看起來這麼的亮呢 這顏色的確是還蠻重的 我覺得好像我沒有非常適合這個顏色 這顏色可能要做疊擦會比較好一點 Pair Pair的這三款唇彩呢 我個人還是最推薦這個4款唇彩 接下來呢是我在Eclipse買的 SARANG HE ZOO系列的唇彩 它的外型長得就非常的少女性 我當初也是看著它覺得包裝很可愛 然後顏色好像又還蠻不錯我就買了 它的刷頭是像這樣子耶 有點翹起來的還蠻可愛的 喔我的色號是5號色 這個唇彩的水蜜桃味很濃 這個質地一樣是比較偏水的 就是有一點點介於霧面唇釉 還有那種水水的染唇釉之間 所以上起來你就會看到這邊啊 就會有一點點的反光 這個顏色還蠻漂亮的 就是一個比較偏亮一點的蜜桃玫瑰色 接下來是兩個他們管狀的唇彩 然後它長的呢就是唇膏的樣子 我買的這兩個顏色 一個是M008 一個是V002 這兩個我不太確定什麼顏色 所以我來試在手上決定要用哪一個好了 這個是V002 這個是M008 這兩個質地都很漂亮耶 都是很霧很滑順的那一種 我很喜歡它不是那種假霧 哇這感覺很好用 我來用這個黑管的M008 它在嘴巴上推動完全不會起死皮 而且也沒有 完全沒有唇膏的味道 這個我很喜歡 這顏色就是很日常百搭的 來疊這個在裡面好了 顏色很漂亮 而且質地真的很優秀 接下來呢一定要跟你們分享的就是 Bia推出的這個應該是新品吧 這是他們的blur tint 然後我真的對這種 有一點透明霧面的包裝 一點抗拒都沒有 所以呢我一口氣就買了四個顏色 這個的質地呢我覺得還蠻輕盈的 然後又很霧面 那我也就上一個我個人覺得 最我最喜歡的顏色好了 這個是六號色 它有個缺點就是它這個刷頭 每次能取出的唇膏量都很少 所以我都要擦很久 好這個是六號色 我覺得它擦起來會比這個 赤管唇彩還要再輕薄一點 但是這兩個啊都是我非常喜歡的質地 嗯這也很漂亮 接下來呢一樣是Bia的唇彩 然後這應該是他們比較舊的商品 包裝上面是金屬管身 下面是這種消光透明霧面的管身 這個都會出很多不同系列的顏色嘛 所以我就也買了四個顏色 這款我也是都沒有用過 所以就隨便選一個來上唇 好了我選這個13號 顏色是有一點點那種土玫瑰的顏色 這款也是比較偏濕潤的 它的絲絲露霧感不會這麼強 這個顏色像這樣 跟我今天的妝好像還蠻配的 這顏色也很漂亮耶 接下來這個大家應該就不陌生了 就是Bia他們家的唇膏系列 這次我買的剛好都是藍色管身的那個色系 那我自己有帶去美國用 然後也覺得顏色很喜歡的 是這個18號色 這顏色就是一個比較深的奶茶色 這款我覺得因為它畢竟是霧面的唇膏嘛 所以質地一定不會像是霧面的唇釉來說 這麼的不挑唇況 但是我自己只有在唇況急叉急叉的時候 用這個才會覺得不適合 其他如果一般唇況我用這個都覺得很好 而且上唇也是蠻滑順的 好的因為上次錄影的時候 錄到一半相機就沒電了 所以現在我要來把剩下的唇膏給介紹完 首先是這個Dear Dahlia的唇膏 這個呢我之前一直被他們的IG廣告打到 然後就覺得他們的包裝跟顏色都很漂亮 然後感覺質地也非常的滑順 這個唇膏應該是我今天買的所有唇膏裡面單價最高的 我記得一支是500塊上下 總共買了兩個顏色 其中最吸引我的是這個M101 Baily這個顏色 先給你們看一下它的產品外觀好了 它做的是大理師 然後八角形的這個外觀 裡面打開來它的這個管身上面還有做印字 把這個膏體旋轉出來 這個膏體本身就非常的精緻漂亮 然後上面有印滴滴兩個顆字 然後給你們看一下它的質地啊 超級滑順的 有沒有 然後顏色就是非常溫柔氣質的那種 它上起來是非常非常的滑順 我覺得它的滑順感會比這個Bia的唇膏更好一點 這個是Bailey的顏色 超級溫柔的日常耐茶色 這個應該是我今天用到所有唇膏裡面我最喜歡的質地 那我來疊另外這個Monica的顏色在裡面 它的顏色是這個蠻亮的玫瑰色 應該不能說玫瑰色 這應該有點偏桃色了 像這種很亮的顏色搭配比較沉穩的裸色都很好看 這個質地我真的很喜歡 下一個是這個Rare Kind的唇釉 然後我買的這兩個是他們出的迷你版 因為我主要想買的這個Toast Beige 這個一號色啊 它的正常尺寸都沒有了 所以我就買了他們的迷你版一加一組 它的質地是很輕 像是雲朵那樣子 來上唇試試看 顏色還蠻淡然後蠻沉穩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只能當作打底色 或是如果你平常喜歡畫歐美妝 然後想要追求一個裸唇感的話 這個顏色可能會比較適合 那我覺得因為它的質地比較輕的關係 所以上在嘴唇上有服貼度比較好 另外來疊擦這個顏色 這個我記得應該是八號色 八號色疊擦的效果是這樣 這個上在嘴巴上真的沒有什麼負擔感 好我把這個顏色擦滿一點 我覺得它還蠻顯氣色的耶 它的顏色是有一點點那種玫瑰酒紅的感覺 所以不會像是正紅色那麼的挑膚色 然後也沒有這麼挑長盒 這顏色不管是疊擦或是擦全部 我覺得都蠻好看的 接下來呢 這兩支也是Rare Kind的 這是他們的X Mark Tent Stick 它呢就是像這樣子 按壓式的唇膏 然後我買的兩個顏色呢 一個是三號色 另外一個是五號色 我昨天在試色的時候啊 就有覺得它有一個蠻不好的 就是說它剛開始打開來 它的筆頭這邊邊邊是塗起來 然後中間是凹陷下去的 所以你這樣子 試在手上的時候啊 它都不會那麼的均勻 就是可以看得出來 這兩條顏色比較深 然後中間就會沒有什麼顏色 我現在擦在嘴巴上呢 這個是三號色 嗯 我現在擦在嘴巴上就還蠻不好塗的 而且質地也很乾 這個唇膏我沒有很喜歡耶 它擦在嘴巴上還蠻乾的 然後因為我是喜歡用手指頭 我去推唇膏的人嘛 所以我現在有點沒辦法 很快速的把唇膏塗勻 那我覺得這個要上得漂亮 應該是之前要先上那個護唇膏打底 我覺得會比較好 然後它的顏色是還蠻藍調的 所以應該蠻能顯牙齒白 跟皮膚白的 在鏡頭上感覺還蠻顯細色 然後又是為妝容有一個重點 所以這個我覺得質地不太好 但是顏色還蠻漂亮的 好另外這個五號色 我就盡量不用推的 我是用擦上去的 飽和度是真的很高 但是也真的很乾 顏色也是還蠻漂亮 蠻顯細色的 好終於進入最後一個唇彩了 但是這個唇彩我覺得 不是一個非常強力的結尾 這個是Nature Republic的 Real Dew Drop Velvet Lip 我買的呢 上面這個是五號色 下面這個是一號色 昨天在試色的時候 我覺得非常不好的 就是它這個刷頭啊 是長得像這樣 然後你如果要用的話 是要用轉的 可是不知道你們看不看得到 它的這個刷頭的洞非常的大 所以當你轉小小一下的時候 它出來的量就會很多 你看我這樣轉一下 有沒有它中間那個洞就跑出很多很多的唇彩 所以上在嘴巴上就很不好控制用量 那沒關係我們來上上看 然後它的唇膏也是有一個蠻濃的果香味 我覺得剛剛這樣子轉一點點的量 然後再搭配上這個刷頭 上在嘴唇上對我來說 不是一個太嚴重的問題 但我覺得很有可能 因為我的嘴唇面積比較大 所以我可以轉那樣子的用量 我可以擦滿整個嘴唇 不需要調整用量 但如果現在你是一個嘴唇很薄 或是說你只是想要上小部分的人 然後我覺得這樣子的刷頭設計 可能對你來說就會是一個問題 那這個是五號色 好像這次買了很多 就是類似像這樣子 比較溫柔的蜜桃色 很適合春夏天用 然後我覺得它的質地啊 有點偏濕潤跟霧中間 但是妝感是霧的 剛上唇它的質地是比較濕潤 然後會有一點點刺刺的感覺 可是現在擦完之後就完全沒有 然後我覺得它好像還蠻不沾的耶 對啊它的這個轉印 我覺得它是一個蠻不沾染的唇彩 就它的服貼嘴唇的效果也是蠻好的 然後接下來這個是一號色 哇這個我要做染唇的話 就真的只能轉一點點 這顏色應該也是有點偏酒紅色的 那我來擦滿 唇膏爆出來了 天啊 但是有這個泡棉刷頭的好處就是 像我喜歡用手指做暈染的人啊 用這個我就直接用刷頭本身的毛去做暈染 就可以達到跟手指類似的效果 所以就不會讓我的手指弄得髒髒的 然後它這個尖尖的地方啊 我覺得也蠻好去描繪 所以我剛剛是唇風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這刷頭就是有好有壞 看大家如何做取捨 好這個是剛剛一號色擦滿的樣子 比較偏棕色調的酒紅色 好的那以上呢就是這次所有的 Gmarket開箱 然後還有上臉的Get Ready With Me影片 那就希望你們會喜歡今天的影片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呢 不要忘記幫我按個喜歡 然後可以按這裡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如果任何對我想說的話 或是想問的問題都會歡迎你們在底下留言 好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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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對 很容易 好 多多找